地檢署二十五號載民申請 延壓柯文哲的理由 是舊部署上位道案說明 遭懷疑就是黃珊珊跟蔡碧如 收看調查二零二零年後 裴柯文哲與市議員應小薇 召開三場便當會的副市長 黃珊珊以及曾在市府與 朱雅虎會面的蔡碧如 如今應小薇遭法官裁定延壓 兩個月恐怕都讓兩人難以置身事外 二零二零年二月底 朱雅虎帶著沈慶經與柯文哲 及彭正生會面 柯文哲與沈慶經密會後 雙方達成相互幫忙的共識 當天上午朱雅虎 沈慶經 在市長室與柯文哲彭正生密談 下午兩人即拜會黃珊珊 也印證黃珊珊在金華城案 並非局外人 週刊掌握從朱雅虎的供詞 及金流證時 黃珊珊恐怕也捲入 假政治現金徵會款案 二零二二年八月起 收到十萬元維京集團人頭現金 相關市政也成了收回鐵證 也讓黃珊珊 蔡壁如 在金華城案中的角色浮現 兩人未來也可能會遭到簡聯訊問 對此黃珊珊表示 政治現金都是公開資訊 至於和沈慶經見面 黃珊珊則說別人講的不回應